今天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在青云宗宣布,身为外门弟子,19岁人无法达到炼气精六重,可是要被逐出师门的,接下来,念到名字的弟子,就可自行离去了,只见顾绍阳握紧了拳头,不甘心呢,炼气六载,竟然直到五重境界,就还差一点就可以留在仙门了呀,不出意外,念到了顾绍阳的名字,可恶,明明就差一点,顾绍阳无法面对眼前的事实,只觉得一阵头重脚轻,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顾绍阳被安置在床上,猛然间惊醒过来,嘴里,还喊着我不走,夏青秋迎面走了上来,顾绍阳结结巴巴地喊道,夏师姐,突然顾绍阳发现,夏青秋身边,怎么有那么多气泡,这些气泡,只有顾绍阳自己才能看到,夏青秋提醒道,你虽未在规定年限,达到炼气六重,要被驱逐出师门,但炼气五重,也足够让你今后在家族里平安一生,这根本就不是顾绍阳想得到的答案, 反而关注起夏青秋身上的奇怪泡泡,夏青秋转过头,你怎么还执迷不悟,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都闭气半个时辰了,进不了闲门的人大有人在,等等,你还有什么话想,夏青秋话,还没说完,顾绍阳突然贴近夏青秋,用手戳着夏青秋身上的泡泡,真的有气泡,你看不到吗,顾绍阳伸出手指,戳了戳气泡, 突然气泡戳破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往身体里端,天哪,什么东西被吸进身体里了,夏青秋看不到气泡,只看到眼前过分靠近的顾绍阳,夏青秋伸出手就是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顾绍阳脸上,顾绍阳整个人被击飞到了墙上,夏青秋丢下一具,一负责轻他出山门,便转身离开,顾绍阳跪倒在地,感觉肋骨好像断掉了, 师兄调侃道,牛啊顾师弟,我刚刚可是全部都看见了,你小子竟然敢对东门第一美女壁咚,而且还露出那种表情,此时顾绍阳感到疑惑,他身上怎么也有这种气泡,师兄还在自我逃队,顾绍阳贴了上来用手戳了戳气泡,师兄睁开眼,两人的距离,让师兄产生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只见师兄转头就跑,边跑边喊,天啊,有变态啊,师兄慢着,不是你想的那样,顾绍阳摸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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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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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被逐出师门的他当场晕倒 当他再次醒来时 竟然觉醒了点气泡 加属性的特殊能力 顾绍阳端向着手里的下品原石 即使这块也才加了97点原石 而吸收掉后 原本的气泡属性消失 变成一个倒计石 看来就是下次恢复的时间了 刚才夏师姐的根骨气泡 吸收的感觉和原石完全不一样 应该和木属性类似 是提升属性天资之类的气泡 虽然闹了半天也没明白 怎么就突然能看到这些气泡 不过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个能力 可不能白白浪费啊 顾绍阳行为怪异 被当成变态的事 很快就在师兄弟间传开了 不过幸好他测试没通过 很快就要被赶出山门了 突然张海的身后出现了一个黑影 师兄原来你在这里啊 闻声二人转过头看去 发现来人正是顾绍阳 张海拔腿就跑 边跑边喊着 顾绍阳 求求你放过我吧 顾绍阳在后面死命地追 怎么可能放过你 你身上可是有我最需要的东西 顾绍阳你快别追我了 你别跑我就不追了 只有尽快吸收更多的根骨属性 还能让我的天资脱胎换股 否则即使元气再多 吸收不掉也是白费力气 如果离开外门 以后可能连这种机会都没有了 奔跑中的顾绍阳 看向自己的师弟 无师弟的身上出现了新的气泡 这样的机会顾绍阳当然不会错过 果然顾绍阳被当成变态追在二人身后 这个消息不进而走 救命啊 都没人来管吧 咱们外门什么时候出了这好人物 你们这群混蛋快都停下来 让老子再吸一点 要是不吸他们的属性 今天可是会被赶出去的 无师弟还在往前跑 突然有人伸出手 咱们这么一大群人 竟然被一个炼气只有五重的变态 追得这么狼狈 顾绍阳看着众人停下脚步 这才对嘛 主委师兄 大家干嘛见我就跑 我又不吃人 无师弟小声说道 我听说 被女鬼上身的人会吸食男人的洋气 顾绍阳早上昏死醒来 会不会是被女鬼上身了 所以想吸男人的洋气 管他是不是女鬼 揍一顿就老实了 要打架 好啊 你们谁先上 正合我意 我正愁怎么取他身上剩下的气泡 大家一起上 别死这个死变态 我还正愁这么多人 要怎么一个个去接近呢 顾绍阳心想 只要不正面战斗 专心吸收那些气泡 分心之时 固然挨人 坐了一拳 你这家伙想什么呢 笑得这么简 顾绍阳被一拳轰飞出去 他是青云宗的外门弟子 晕倒醒来 竟然觉醒了点气泡 加属性的特殊能力 因为点气泡时 过分靠近 被误认为变态 顾绍阳正想着 如何专心吸收气泡 被师兄狠狠地坐了一拳 还没喊开始呢 还好趁机拿到了他的强壮属性 不然这一拳可白挨了 众人口中喊着 变态受死吧 一起朝着顾绍阳冲来 顾绍阳一边在众人的拳头中 左右闪躲 一边收集着众人身上的气泡 一下子吸收这么多属性 我的修为好像要突破了 众人闹出的动静太大 引起了夏清秋的注意 我说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顾绍阳一把抓住夏清秋的脚 只见顾绍阳趴在地上 夏师姐救我 夏清秋吃了一惊 抬起腿就是一脚 顾绍阳直接飞出机里开外 他是魔鬼吗 这一脚也太狠了 好像是之前有点惹到他了 毕竟他还是内门弟子第一 负责外门监考的天才弟子 可恶 还差一点就要六重了 夏清秋用剑指着顾绍阳 你这混蛋 我记得有说过 未到练弃六重境界的 可以离开外门了吗 顾绍阳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六重啊 我乃青云中内门首徒 你当我看不到你的修为吗 你现在勉强到炼气五重上街 比早上的中阶 的确让人有些意外 但五重就是五重 现在离去 之前的事情我既往不救 但若还撒谎耍赖 我就废了 你这个变态的一身修为 邵阳师兄 我知道你想留在宗门 但十八岁能否达到炼气六重至关重要 这关系者 以后能否突破炼气 达到剧原 而在这里的人 都要经过这道门槛 才能进入宗门 顾绍阳则坚持 我到六重了 夏青秋朝着顾绍阳 露出不耐烦的目光 我到六重了 不幸的话 师姐可以亲自试一试 灵完不灵 你要记住 若没达到 可是要被我废去修为的 顾绍阳跟夏青秋谈起了条件 那我要是达到了呢 你若是达到了 要什么随你提 我夏青秋说到做到 一场对决马上就要开始 夏师姐乃是宗门第一天谈 悟性极高 修为早就达到剧原境巅峰 距离宁针只有一步之遥 他一个被淘汰的外明地 到底哪来的勇气提出对决 顾绍阳心想 只要我展现出六重的实力 就算过关 而现在 要达到六重效果 秦振首先被排除 那么就剩下他身上的元气和剑影 从前面吸收的经验看 元气是最重要的 它直接影响着修为能力 然后是耕骨 能提高吸收元气的效率 已经被我吸收掉了 但这个剑意是什么东西 这是留在宗门最后的机会 只要对决中展现出六重实力 即可过关 否则就要被废去一切修为 夏青秋拔出宝剑 让我看看你 真正的实力吧 听说夏师姐已达到剧原境巅峰 与我相差两大境界 一招就能打败我 恐怕很难展现出我原本的实力 以你的修为 一出手 我就能知道是什么水平 既然是测试 我自然不会主动出手 你大可放心 等的就是这句话 你身上的气泡 我就先收下了 顾绍阳朝着夏青秋身上的气泡冲去 一招过后 可惜原本想抓元气 他躲得速度太快 抓他右侧的元气 他侧身躲闪 反而左边的勤奋轻易抓到 顾绍阳再次起身冲向夏青秋 这一次顾绍阳扑空了 夏青秋从顾绍阳的身后转身挥剑 又被夏青秋躲开了 他的身法还真敏捷 夏青秋直接拿剑指着顾绍阳 宝剑旁则出现了剑翼的气泡 太差劲了 连五重禁剑都不如 在这种形式下 剑翼反而离我更近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 顾绍阳戳破气泡先拿了再说 就这样 顾绍阳吸收了夏青秋的剑语 夏青秋紧接着 朝着顾绍阳的脸上 挥出一巴掌 这一掌顾绍阳直接飞出树米开外 就此作罢 你尽早下山 至于修为 算了我也没兴致 顾绍阳站了起来 且慢 夏青秋吃了一惊 顾绍阳摆好架势 接下来该到我出招了吧 顾绍阳使出全力 朝着夏青秋冲去 随手拿起师弟怀中的绑剑 夏师姐 看我这一剑如何 顾绍阳挥舞宝剑仅仅一招 宝剑的剑气 就将夏师姐的袖子割破 围观的众人大吃一惊 夏青秋则用手捂住手臂 顾绍阳来到夏青秋面前 承让了夏师姐 趁此机会 赶紧把剩余的气泡拿了 顾绍阳把气泡拿在手中 这就是只有我能看到的气泡 没想到剑意 竟然能让我直接从五重 圆满突破六重 那这颗内门第一高手的元气 就当我踏入六重的礼物吧 夏青秋拿剑指向顾绍阳 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剑气 一般只有修习剑术多年的人 才能练出剑气 你一个外门弟子 怎么会领入剑气 顾绍阳回头笑道 还不是因为师姐你啊 夏师姐的赌约这么诱人 换谁都要拼命赢了才行啊 那我算是通过考核了吗 只见夏青秋收回宝剑 希望你内门大考的时候 还能有这份得意 那赌约的事 师姐一言四马难追 等你想好了 来内门告诉我 什么吗 我想要个厉害点的剑谱 还得去内门找你 既然找师姐帮忙这么麻烦 我还是先去藏经阁找找看吧 为了留在青云中 这个男人竟然在一天之内突破修为 就在刚刚 顾绍阳吸收了夏青秋的剑影 仅仅一剑 就让夏青秋刮目相看 赢下了赌约 顾绍阳来到藏经阁前 但作为外门弟子 只能进入藏经阁第一层 这本孤沙剑法 是一层剑法中最好的 听说练好了 甚至能发挥出地界的威力 外门弟子的气泡 大多都被我吸收掉了 原始也没有了 死物的元气 则少得可怜 半年一考的内门晋升失恋 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 只能是去那里试一试了 顾绍阳来到七连山脉 今天的运气不错 刚进外围 就碰到了二级妖兽大力蛮熊 果然猜得没错 妖兽身上也有属性气泡 顾绍阳躲在大树背后 大力蛮熊的能力在我之上 得小心才是 另一边 一群青云中的内门弟子 河里击杀了一只大力蛮熊 鬼手的内门弟子 擦拭着绑剑 你说那个调戏夏青秋的外门 独自来到了七连山脉 那小子修为不够 要被逐出师门 受不了打击昏倒当场 夏师姐好心救了他 结果那臭小子醒来 就想壁咚夏青秋 这件事已经在外面传风了 花树荣挥手就是一个大逼斗 夏青秋是你随口叫的吗 他只能是我花树荣的女 夏师姐要逐他出师门 结果那小子阴差阳错 到了练气六重 夏师姐输了一个随意提要求的赌约 随意提一个要求 他人现在在哪 这边顾绍阳正独自面对大力蛮熊 这家伙狂暴后的力道 起码有上千斤 根本没法正面硬堂 只能尽快先吸收掉他的属性气泡 顾绍阳双手顶在熊掌之下 浑身散发出一团金黄色的火焰 而蛮熊则散发出紫红色的火焰 顾绍阳抓准时机 吸收了蛮熊的气泡 两股力量蓄势待发 蛮熊怒吼着朝顾绍阳冲去 这边的顾绍阳 则使出了孤纱剑法 吸收的气泡 加上孤纱剑法 顾绍阳一招就把蛮熊击倒在地 没想到这个狂暴竟然如此厉害 我吸收掉他的属性 就相当于将他弱化 此消笔掌击杀蛮熊就容易多了 只可惜这头蛮熊没有元气属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等级太低的缘故 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前两天还在练七六重徘徊 要被逐出世门的外门弟子 竟然能单挑掉这头蛮熊 顾绍阳转头看向对方 的确是练七六重 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不知你如何能越三阶 杀了这只蛮熊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小子 这可是内门弟子里 排行前三十的花树荣师兄 他问你话的时候 最好乖乖回答 这个男人 赢下与宗门第一美女的赌约 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同门师兄为了讨好美女 决定把他赶了 花树荣自爆家门 自己排行内门前三十 顾绍阳摆摆手 不好意思 第二名我都没记住 花树荣朝着顾绍阳一指 给我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 顾绍阳则手持宝剑 使出狂暴 只见顾绍阳的速度极快 这速度 看着应该是 某种狂暴技能 刚刚和蛮熊的战斗 消耗了大量体力 这三人起码练起八重以上 虽然不经意的一击 占了先机 但后面还有一个 不知道修为的内门 顾绍阳问道 花师兄 我与你素未谋面 不知是何事惹到你了 你虽未惹我 但如果我能帮下青秋 脸去一场为难的承诺 岂不郑重美人心意 说不定他感激之下 对我产生情愫 这岂不是一段佳话 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想杀了我 岂连山脉这么大 你一个外门 六重就敢踏入 被妖兽吃得尸骨无存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顾绍阳朝着花树荣身后一指 随口瞎编了一句 下世界你来了 趁着花树荣转头的功夫 立马转身逃跑 顾绍阳回头丢下一句 如果我要下青秋 宰了你的狗头 来兑现对我的承诺可好 顾绍阳一个闪身 白白的名类 花树荣下令追 他进了麒麟山脉深处 更是死路一条 顾绍阳在树与树之间 来回跳跃 很快便甩开了一段距离 我推测花树荣 排名前三十 肯定已经是巨猿镜 再加上三个练气八重的狗腿子 正面根本没有胜算 即使吸收吊蛇的训捷属性 也依旧无法跟他们抗衡 要是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杀他们 肯定易如反掌 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进山躲一躲 顺便看看 能不能借助妖兽将他们击破 大山深处传来一个少女的脚步声 只见一个粉色头发的神秘少女 穿行在大森林里 而在她身后的大树上 占了丁梢的天工天兵 这些小喽啰 还真是阴魂不散哪 天兵朝着天空放出一只信号弹 紧接着从树上朝着少女跳了下来 还想叫人 只见少女左手一挥 打掉了天兵的武器 接着双手一掌打在天兵的身上 天兵撞在一棵大树上 此时 顾绍阳用手捂住嘴 躲在大树后面 眼前的这个少女 强得离谱 看着眼前的气泡 顾绍阳猜测 被打死的天兵 至少在巨猿镜里上 那这个少女起码去到宁真镜 少女停下脚步 一大圈的天兵 将少女包围得严严实实 一发信号弹 居然招来了这么多人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 男人被人追杀 朝着麒麟山脉深处逃跑 却遇见了只身一人的神秘少女 公主孤身出现在麒麟山脉 这可是千载难从的机会啊 谁让您身上的血脉 让人垂涎啊 听闻天空高手如云 小小的天兵 都要巨猿镜才能加入 不知你是哪位 值日有神曹部拜见公主 还请公主随我一同前去拜见新军大人 我要是不去呢 逃不收起折扇 那只好对公主动粗了 一个小小的游神就想请我 让你们新军来 我即为值日游神 这么要紧的事情 自然已经报告天空 估计这位新军大人 也知道您在这里了 顾少阳则抓紧时间 吸收掉天兵身上的气泡 另一边 花树荣等人 正四处寻找顾少阳的踪迹 在网里 恐怕有更高级的妖兽出没 我们几个进去 连塞牙缝都不够 花公子已经聚员中期 放在青云宗 也是内门的翘楚 几个妖兽怕什么 突然发现 前方好像有动静 过去看看 一定是那小子遇到妖兽了 花树荣朝着鸟兽飞起的方向找去 果然找到了躲在大树后的顾少阳 花树荣高高跃气准备偷袭 另外几人也跟了上来 人全到齐了 看来只能祸水东影了 顾少阳指着花树荣等人 边跑边喊 不好了杀人了 花了一个武士 就在那 一时间几方势力齐聚一堂 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 毫不问道 来者何人 花树荣看出对方实力不凡 双手作一道 在下是青云宗的那门弟子花树荣 奉命追拿叛逃师门的外门弟子顾少阳 你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毫不下令全部杀掉 天兵得令后 朝着花树荣等人冲了过来 瞬间就把几人团团围住 顾少阳知道 天兵督居原境 根本没法应聘 那个少女既然跟天宫是对的 顾少阳朝着少女的身后 跑去 少女斜眼看着顾少阳 一阵红色的杀气包裹全身 顾少阳吃了一惊 好浓的杀气 顾少阳看到了少女身上新的杀气属性 上次下青秋的剑气 就让人受益肥浅 不知道这个杀气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拿到这个杀气气泡 更是要势在必得 顾少阳冲上前去 就是现在顾少阳伸出手 就想拿到气泡 少女挥出一掌 被顾少阳用宝剑抵挡 顾少阳被击退出机里开外 顾少阳微微一笑 气泡拿到手了 顾少阳把手中的气泡捏碎 一股强大的杀气 瞬间包裹全身 这气息好熟悉 他怎么突然会有我的杀气 看到杀气的天兵 指了指顾少阳 这小子跟公主的气息一样 肯定跟血渊脱不了关系 别让他跑了 一个是青云宗外门弟子 一个是大元博的女魔头 在祁连山脉的一场偶遇 将两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顾少阳吸收杀气后 天兵冲了上来 公主一招就把天兵击飞 身后的曹布上来就是一掌 早就听闻 公主三年前已达宁真境 今日就让我来领教一下血渊的实力 少女伸出手 跟曹布对了一掌 发树荣在一旁说道 这个女人竟然是血渊转世 血渊转世之人拥有着 所有修仙者 都梦寐以求的天宿资质 是寻常人修炼速度的几十倍 如若能活下来 最后的造诣都能超越神海境 传闻血渊为上古大凶之物 他一生只认一人为伴侣 至死不渝 与他转世的人 也是天才一般的存在 直到圣地 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功效 药引 有人发现 炼丹加入血渊这个药引后 所炼成的丹药 竟然能助他们 突破神海境后 从此血渊转世之人 不再是天才 他们指引着 每一世的血渊转世前往圣地 被荡成药引培养着 由于血渊会一直转世 所以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药引用之不竭 直到药引知道了 他们自己的命运 如今每次血渊转世 都上映天杀星 曾有血渊折落凡间王朝 遭到圣地出手抢夺 结果整个王朝 生生被屠杀殆尽 顾绍阳竟然跟血渊有瓜葛 若是让宗门知道 定会将你驱逐出去 这个少女是血渊转世 所以我吸收了他的杀气火 被误认为是一否的了 所以他现在是在丢解围 只见少女一掌 打在曹部的腹部 曹部往后飞了出去 却被人从身后接着 来人正是四大天官谢无量 天官大人 您终于来了 曹部带领一众天兵上前行礼 曹部恭迎天官大人 血渊已三年未现 这次你寻之有功 带回天宫必有重赏 血渊有我对 至于其他人 花树荣立马抱拳说道 在下青云宗内门地的花树荣 追拿门派败蕾 才误闯此地 如若不闲 在下可愿帮忙一起围剿血渊 原来是四大宗门的青云宗啊 说来我倒是跟贵派有些交情 那他想必就是 花树荣朝着顾少阳一指 他就是我们青云宗的败蕾 我也是奉命追他 才误入此地惊扰诸位 可恶 来了一个更厉害的 趁现在快逃 我可不想拖累别人 谢无量下令拦住他 少女则从一旁对曹布发起进攻 咱们两个还未打完 谢无量打断了少女的攻击 青云公主 你的对手是我 大元国的女魔头 竟然出手就一个练气劲的小子 真令人好奇啊 不过 你觉得他能逃出天宗的追杀吗 他是青云宗的外门地图 面对高出自己数个等级的对手 顾少阳只好躲进森林里 曹布仍紧追不舍 此刻顾少阳躲在曹布身后的大树旁 没想到吸收了妖兽的敏捷属性后 仍然摆脱不了这家伙 曹布假装离开原地 顾少阳眼看曹布走了 从大树背后走了出来 却被躲在树上的曹布台的阵盏 曹布从树上跳下准备偷袭 顾少阳却早有防备 躲开了曹布的攻击 曹布那一掌将蛇弹全部打破了 曹布被弹叶剑了一身 顾少阳饶有兴致地调侃道 游神大人这是在偷袭还是偷弹 我当时你布下了什么天罗地网 来阻挡本游神宁针后期的追杀 话音刚落 一条巨蟒朝着曹布发起进攻 巨蟒一个白尾 曹布重重地摔在树上 接着巨蟒刷的一声 将曹布缠绕在树上 朝着曹布张开血盆大口 顾少阳站在一旁看戏道 这条巨蟒实力已达巨猿巅峰 我刚出现在他巢穴附近的时候 就已经被盯上了 游神大人怎么这么不小心 竟然打破了人家的舌弹 那你就好好品尝一下 来自四级妖兽的怒意吧 曹布用手撑着舌嘴 只见曹布双手瑟瑟发抖 曹布逞强道 一个四级妖兽还没本事杀我 是吗 那加上我呢 只见顾少阳捏碎了手中的气泡 力量和敏捷属性瞬间提升 顾少阳举起宝剑 朝着曹布砍去 巨蟒被砍成碎片散落一地 曹布全身沾满血子 你好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觉得利用巨蟒能对付掉我 但在天宫 要成为十二游神 必须是明真静 顾少阳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曹布身后 给出致命一剑 你应该已经发现 自己行动越来越迟缓了吧 我猜你想要跟我拖延时间 怎么可能 你只是练气静而已 毕竟我的剑 可是涂了眼镜王蛇的蛇毒 曹布阴生倒下 本来这个毒是留给花束绒的 结果被你抢先了 可惜当人过了明真静后 元气修炼得更加内敛 基本不会再外泄什么元气气泡了 顾少阳捡起游神的面具和武器 留着说不定哪天还能用上 花束绒等人 朝着动静追了上 看到游神和巨蟒的尸体 花束绒被吓得瑟瑟发抖了 就这样死了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不可能 连我都看不透游神大人的实力 你一个小小的炼气精外门弟子 怎么可能杀掉他 花束绒指了指巨蟒的尸体 一定是他遇到了四级妖兽 然后你从后偷袭 猜得不错 但妖兽是我赢给他的 花束绒朝着顾少阳一指 抓住他 把他献给天官大人 这个外门弟子修为不高 却能散发出令人恐惧的杀气 花束绒等人 朝着顾少阳冲来 顾少阳挥舞宝剑 紧紧一招 就把二人击退 看到这一幕的花束绒有些吃惊 不是炼气六重吗 怎么会一下击退两个炼气八重 顾少阳一指没弄懂 你想要杀我的原因 只是因为想要讨好夏青秋 所以就可以一路追杀一个素未谋面 没有任何仇怨的人 如果非要一个理由的话 怪就怪你太弱了 杀你是最省心的做法 看到二人不敌不少阳 花束绒决定亲自动手 这家伙少说巨猿中期 十九占我元气不如他 肯定会落败 所以只能速战速决 试着找机会激怒他 再用最强一击打败他 想杀我 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花束绒挥剑砍去 怎么可能 这速度至少是低阶功法 顾少阳跃起站在树上 怎么了 堂堂内门弟子 还是前三十 竟然追不上 一定要被撵出去的外门弟子 刚才吸收了巨猛的属性 速度竟然更快了 花束绒再次发起进攻 正好 跟我想了一样 来吧 让我看看迄今为止 我获得的能力 到底有多强 两人的宝剑砍在一起 只听到一个清脆的折断声 花束绒被击退 整个人飞了出去 顾少阳手持宝剑指着花束绒 怎么样 八大少女 被我一个外门弟子 一剑斩落的滋味如何 不可能 你只有炼七六童 而我是巨猿中七 你不可能一招打败我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这些能力联合起来 既然让我一招 打败了巨猿中七的内门弟子 我也没想到你 既然这么弱 虽说花束绒有些轻毒 还被我使出的最强一招制服 但越即打败 这能力强度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是一时大意 才栽倒在你手里 小子 有本事 我们单打卢动 你到阴曹地府去跟阎王说吧 此时天兵朝着这边搜了过来 糟了 行动最慢的天兵 都已经搜到这边来了 花束绒趁着顾少阳走神的剑系逃跑了 来 那小子 在这边 顾少阳你给我等的 回到宗门我要你死 花束绒也真够狠的 竟然选择自残来逃跑 天兵众多 还有个不知道境界的天官 看来我也得尽早撤退才是 如今靠我现在的速度 逃出去应该是不成问题 可是 那时候的他 好像在帮我逃跑 可恶 别管他了 逃命要紧啊 你根本不是那个天官的对手 奇怪 他们人怎么都不见了 他们到底是谁赢了 算了 既然没人 那我就先回宗门吧 这里还是太危险了 顾少阳刚伸出脚 顾少阳吃了一惊 吓得冷汗直流 这个男人刚刚打败了追杀自己的同门 心里还惦记着 救过自己一命的燕青渊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竟然折返回头 结果立马中了埋伏 四大天官谢无量 就贴在顾少阳耳探 喃喃自语道 这不是刚刚燕青渊救过的小鬼吗 竟然为了救他而折返回来 真的令人好感动 面对实力莫测的谢无量 顾少阳的第一反应 就是逃跑 可刚跑出没多远 就被身后的谢无量一招 顾少阳从树上狠狠地摔落在地 谢无量也从树上跳了下来 我们打个赌 看看燕青渊会不会回来救你 自知实力不济的顾少阳急忙解释 天官大人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顾少阳向谢无量祈求 能否放过自己 我有一事不明 公主明知血渊身份对圣地意味着什么 为何还要孤身一人来到麒麟山脉 顾少阳面色铁青 这个问题问我干嘛 我根本不想知道 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 血渊乃是大元国燕黄之女燕青渊 这就是燕青渊能平安长大的原因 我想 现在就印证自己的猜测 谢无量举起一掌 准备朝顾少阳劈去 完了完了 看来 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 谢无量那一掌劈在半空中 被突然闪现而来的燕青渊 一掌接下 公主明明已经脱险 怎么又掉头回来了 看来我好像猜对了 接下谢无量的一掌后 燕青渊复在顾少阳的深情 就你八卦多 燕青渊右掌正在蓄里 对面的谢无量一眼就认出 这招名叫黄道龙契 燕青渊朝着谢无量轰出一掌 看来两人的实力相当 谢无量并没有因此受伤 燕青渊有些气愤的 咬紧牙关握紧拳后 谢无量若无其事地拍拍身上的 黄道龙契果然霸道 说罢便打算朝着燕青渊挥出一拳 燕青渊这边则伸出双手 打算硬扛 此时燕青渊的身边 多出一个龙子气泡 谢无量那一拳实在是厉害 燕青渊虽然接下 但也受了内伤 站在一旁观战的顾少阳 直接梦了 连燕青渊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该怎么办 男人得救了 救他的少女 却被打成内伤 眼看二人小命不保 携有龙子的属性气泡 竟然弹到了顾少阳的脚下 原来这就是黄道龙契 顾少阳直接将气泡捏破 另一边 谢无量使出最强一击 受伤的燕青渊 望着谢无量 雪渊 今天我抓定你了 危急时刻 只见顾少阳高高跃起 双手举起宝剑 朝着谢无量砍去 顾少阳将收集到的所有属性 全部凝聚在这一剑中 顾少阳张大嘴 发出令人恐惧的嘶吼声 拿命来吧 就凭你练七六重也想伤我 谢无量根本不把顾少阳的攻击当回事 伸出一只手 就想接住这一剑 谁知这一剑的威力 远远超出预期 谢无量震惊地瞪大眼睛 机会来了 燕青渊看准时机 上前补了一掌 直接打得谢无量口吐鲜血 顾少阳刚刚站稳脚步 燕青渊赶忙上前 拉起顾少阳的手转身就跑 二人跑了好远好远 确定安全后 燕青渊停下脚步转身说道 谢无量暂时不会追过来 你赶紧回青云宗吧 那你有何打算 无必担心 稍后自然会有人来接我回去 那你自己小心 另外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顾少阳 这次多亏你 救了我一命 哪里哪里 我还要感谢你回来救我 顾少阳还在疑惑 为何回来救我时 大元伯的卫兵赶了过来 卫兵单膝跪地 属下来迟让公主受惊了 烦请公主速速回宫 燕青渊便跟随卫兵 乘着大鹏鸟飞走了 一转眼 顾少阳也回到了青云宗 祁连山败这一趟 实在是太凶险了 差点有去无回 以后还是老老实实 待在宗门提升实力 只见张海师兄朝顾少阳跑来 再过三天 就要内门大考 大考半年一次 可不能错过了 顾少阳挥挥手表示自己知道了 张海师兄小声问道 顾师弟 你在外面是不是得罪了别人 就在昨天 内门那边有人过来 打听你的踪迹 这是肯定和花树荣有关 这个男人被同门霸凌 上一秒还求饶 无果四处逃窜 下一秒仅用一招便成功反杀 返回宗门后 花树荣并没有收手 反而来到外门 打听起顾少阳的行踪 张海师兄问道 顾师弟怎么会和内门弟子结怨 这个说来话长 花树荣可是内门排行前三十的高手 而你才练七六重 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们 多谢师兄提醒 我以后小心便是 张海师兄不但没有责备顾少阳 而且还招呼其他外门弟子 别透露顾少阳的行踪 除了花树荣 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在打听你的行踪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没有得罪那么多人啊 张海师兄话锋一转 顾师弟真是贵人多忘事 又是单挑又是赌约的 顾少阳想起来了 夏师姐找我做什么 张海师兄摆摆手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是自己去问吧 三日后 大殿前挤满了青云宗的弟子 夏青秋是一大火安静 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此次外门半年大考 前十名可得中品源十亿克 前三名得养员单一瓶 拔得头筹的上品功法一部 所有外门弟子皆可参加 按通关时间平定成绩 只见大门缓缓打开 第一关木人像 第一位挑战者 唐明 听说此人已经到了练气九重 只见唐明昂首挺胸地走进考场 根据往年经验 第一关练气七重通关都比较吃力 所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夏青秋的师傅朝他问道 听说你打赌输了 一个外门小子 几次三番占得便宜 连我都有些好奇 为了亲眼看看那小子的表现 师傅才特意过来尖考 你已经突破宁针中期 参加四大宗门的比试 你有几成胜算 对此夏青秋自己也拿捏步 只好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 听说你在修炼一门秘书 是想要冲击宁针后期吗 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宗门比武 却要冒着被反噬的风险 就算赢得比试 那又如何 夏青秋抱拳道 徒儿明白 多谢师傅提点 虽说你是宗门第一 但对境界的追求执念太重 对你的修炼大为不利 顾绍阳的出现 对你或许是件好事 来了来了 半年一度的宗门大考来了 身为第一位参加考核的弟子 炼气九重的唐明师兄 顶住压力 不到两炷香的时间 唐明师兄便自信满满地走了出来 这可真是神速啊 看来唐明师兄是要拔得头筹了 夏青秋大声念叨 下一位 顾绍阳 终于轮到我登场了 要进内门 就没必要隐藏实力 炼气六重的顾绍阳 大步朝前走去 一眼就看穿了木人像当中的玄机 原来如此 设计者给这些木头人注入了元气 让其变得坚硬难缠 在木人像里 顾绍阳能看到木头人身上的元气气泡 这个木人像 简直就是为我而生的 顾绍阳直接奔着气泡而去 跟设想的一样 在吸收元气后 此消彼长 顾绍阳的属性增加 木头人的坚硬度大幅降低 对付起来轻松多了 那就来试试 多久可以通关吧 只见顾绍阳在像中 挥舞宝剑穿行无阻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这一炷香还没过半 顾绍阳就成功通关 一时间 整个宗门的弟子 都在议论纷纷 甚至有人怀疑顾绍阳作弊了 突然一个弟子大喊 不好了 木人像被毁了 下青秋和林长老大吃一惊 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木头人 都被顾绍阳打坏了 已经没法继续考试了 林长老震惊地站了起来 那些木头人 每个都达到炼七六重 组合起来的威力更是惊人 被考核的弟子 只能以巧通过 哪有人硬闯打坏的道理 林长老吩咐下青秋 随我进去看看 此时的巷子里 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散落的木头碎片 林长老捡起一块碎片 的确是被剑气砍断的 此人是靠蛮力横冲过去 被挡在面前的木头人 直接砍杀 并没有躲闪 刚刚的考生是谁 弟子回禀道 是顾绍阳 竟然是他 面对前来围观的一众弟弟 顾绍阳有些尴尬地笑起来 下青秋大声质问道 快说 你是用什么妖法 把木头人全部打碎了 木头人的质量不太好 轻轻一划就断开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木头人有元气加持 已不过练气六重 怎么可能一砍就断了 男人轻松通过宗门大考 所有人都在怀疑 男人使用妖法作弊时 林长老却一语道破其中玄机 顾绍阳不是练气六重 他已经练气九重了 此时的下青秋 满脸震惊 明明一个月前 亲自测试的时候 开始练气六重 短短一个月 就从六重突飞猛进到九重 就连号称宗门天才的下青秋 当年从六重到九重 用了接近两年时间 顾绍阳则不光不忙地解释 我先学了孤沙剑法 然后去了趟齐连山脉 还有了些奇遇 也是这两天才突破来到九重的 顾绍阳领悟了剑影 炼气九重 加上孤沙剑法 这样看来 斩端木头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一个月不见这变化也太大了 林长老虎摸着胡子笑道 不错不错 顾绍阳确实是个人才 林长老伸出手拍了拍顾绍阳的肩膀 看来青云宗又要出一个绝世天才了 接下来的比试环节 也要继续努力 多谢林长老 我会加油的 林长老转过头吩咐道 带大家去二号场地继续考试 此时人群中的唐明师兄 有些愤愤不平 没想到这小子也到了练气九重 唐明师兄收下花束绒给的神秘丹药 打算在接下来的比试中 干掉顾绍阳 只有顾绍阳隔屁 我进入内门 才能得到花束绒的庇护 当当当一阵锣声响起 第一轮通关的弟子 将在擂台上切磋赛出前时 第二轮比试正式开始 还请顾师兄手下留情 顾绍阳在牧人巷的成绩 已经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不知道擂台比试的环节 能否拉到第一 比试开始 只见顾绍阳手持宝剑向前冲去 以极快的速度 闪身绕后实现单杀 我输了 台下的众人也都看傻了眼 顾绍阳连续赢下了接下来的比试 台下的众人开始为顾绍阳加油 并且呼喊着顾绍阳的名字 不错不错 这小子在外门已经没有对手了 等他进入内门后 得给他找个好师傅 终于到了最后的比试 回首争夺 顾绍阳对阵唐明师兄 众人高呼 顾绍阳必胜 没想到你竟然 也能挺进决赛 承让了唐明师兄 两个境界相同的男人比武 到底是顾绍阳更胜一筹 还是唐明师兄笑到最后 此时擂台之上 只见唐明师兄手持宝剑 飞快地朝顾绍阳冲来 顾绍阳也不甘示弱 唐明师兄请多指教 此时一旁观战的林长老 大惊失色 不得了啊不得了 顾绍阳这小子 竟然连剑意都领悟了 顾绍阳高高举起手中宝剑 一股强大的剑气直冲云霄 看到这一幕的唐明师兄 直接傻眼 顾绍阳的速度 竟然后来居上 甚至比我还要快 紧接着 顾绍阳向前挥出一剑 被唐明师兄躲开 但大地却切开一道口子 这一剑的威力 实在是大的惊人 围观的弟子 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随即一滴冷汗 从唐明师兄的脸颊滑落 巴树荣的情报 有误 我和顾绍阳 都是炼气九重 但差距怎么会这么大 顾绍阳一招刚落 紧接着下一招 闪现到唐明师兄的侧面 一剑 便将唐明师兄击退 眼看着自己不敌顾绍阳 唐明师兄突然想到 花树荣给过自己 一颗秘质药丸 据说这种药丸服用后 能大幅提升战力 保你除掉顾绍阳那个臭小子 我花树荣要让他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不单如此 花树荣还威胁唐明师兄道 如果敢耍滑头 我会让你在内门无力族之地 击败顾绍阳 所以唐明师兄拼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口将药丸服下 身体很快便发生变化 一股神秘的力量充满全身 林长老也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吃那种药丸 夏青秋问道 明指的是他 没错 正是比那种密药更加霸道的丹药 我炼丹半生 对各类丹药都有研究 丹药的药性 会反噬服用者的身体 也是如此 才越来越少服用丹药 平日里少量温性丹药配合修炼 这种伤害对人体微乎其微 服用稍微加快速度的密药 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唐明服用的丹药 是直接激发所有潜能 能在瞬间拉上人的修炼境界 将人的元气 以最霸道的方式宣泄出来 来人的师兄 为了赢得比试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服用静药 你看他身体发黑 这是丹药过于霸道 在他经脉乱窜所致 若你日后修炼 想靠密药走捷径 那它就是你的下场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顾绍阳 好言相劝 凭你的实力 已经能进内门了 为了第一而服用这样的丹药 到底值不值 唐明师兄轻轻抱起怒骂 花树荣 你竟然害我 你的意思是 丹药是花树荣给你的 没错 我还天真的以为 只要帮他做事 不如内门 就不会受到别人欺负 唐明师兄松开颤抖的手 荒荡一声宝剑跌落在地 唐明师兄张大嘴 发出啊的怒吼声 整个人仿佛陷入疯狂 连顾绍阳都能觉察到 他跟刚才不一样了 唐明师兄握紧双拳 向前飞奔 朝着顾绍阳就是一招 与此同时 唐明师兄的身边 出现了元气气泡 因为身上的元气外泻 元气气泡出现了 细心的顾绍阳发现 这个气泡 为什么会是这种颜色 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带有魔性的气泡 该不该吸收 虽然唐明师兄想杀我 但也是受花树荣所害 这样子看他还有点可怜 林长老突然站了起来 不对 那是魔门的入魂丹 快制止他 陷入疯狂的唐明师兄 完全失去了理智 挥舞双手向前扑去 唐明师兄高高跃起 在训捷属性的加持下 很难触碰到顾绍阳 而顾绍阳则闪现到身后 一把拿下气泡 紧接着顾绍阳双手握紧气泡 随即将气泡捏破 从看台上冲下来的夏青秋喊道 小心 他扶了魔门的入魂丹 此时的顾绍阳 已经吸收了魔性气泡 顾绍阳露出圣人的目光 跟夏青秋对了一掌 幸好有林长老从身后接住 很快唐明师兄的药效过后 整个人瘫软下来倒在地上 夏青秋道 刚才是我大意了 这种时候可不能马虎 夏青秋回想起刚刚顾绍阳的表情 心里还有些后怕 为了赢得外门第一 唐明师兄服用尽要走火入魔 魔性的气泡外泻被顾绍阳吸收 体内的魔性转移到顾绍阳身上 这才捡回一条命 着魔后 顾绍阳实力大增 但很快便恢复理智 快看看唐明师兄吧 他到底吃什么东西了 只见顾绍阳把一只手藏在背后 手掌还在不停地散发出魔性 夏青秋上前 对顾绍阳表示祝贺 这场比试您了 恭喜你比试获得第一名 另外 唐明就交给我吧 我的师父林长老是炼丹高手 医术也是一流的 文言顾绍阳表示 那就麻烦夏师姐了 夏青秋留意到顾绍阳手上的一个细节 刚才队长的时候 手掌发黑 现在又好好的 这真的很不正常 紧接着 众人用担架抬走唐明师兄 没想到 因为一场比武 唐明师兄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唐明师兄服药后 提到了花树荣的名字 这肯定跟花树荣有关 花树荣真是卑鄙无耻 没想办法除掉这个乙患 顾绍阳看向自己的手掌 刚才的魔性气泡被我提取后 唐明师兄的魔性就消失了 吸收到的魔性也影响到了我 好在体内的魔性被我压制下去 需要慢慢将其炼化掉 看来以后吸收气泡还得慎重 长老院落内 林长老坐在门外哈哈大笑道 你这玩儿天资卓越 短短一月间 一跃成为外门第一 奖励的功法 你自行去藏经格挑选即可 顾绍阳双手抱拳 对林长老表示感谢 林长老接着说道 鉴于你建议出城 我打算将你建给雷长老门下 雷长老乃清云宗见到大家 很适合指导你日后修行 对拜师一事 顾绍阳却有着自己的考虑 弟子一直对炼丹术好奇 更想学习丹道 你想学炼丹 我在武学方面已经能无师自通 反倒是 需要学习炼丹术 才能真正提升我的属性 所以 我想跟林长老学习丹道 顾绍阳心想 人的修为越高 外泄的元气就越少 丹药玉石 才是我后期主要提取的对象 这个男人进入内门修行 却执意要拜林长老为师 对于顾绍阳的选择 夏清秋表示很不理解 你早早就已经领悟建议 这种天资 竟然要学炼丹 顾绍阳自认为 自己炼丹天赋不错 普于无良师指导 所以想 拜入林长老门下 夏清秋并不相信 顾绍阳的这番话 你一个外门弟子 连丹药都没见过 就说自己天赋不错 这不是瞎扯淡吗 顾绍阳则访问道 师姐竟然修得剑道 为何还要 拜到林长老的门下 夏清秋指着顾绍阳大声说道 你果然另有所福 师姐误会了 我不是因为你才想学炼丹的 看到二人迭迭不休的争吵 林长老冲着夏清秋摆摆手 莫要再说了 既然他执意想学丹道 那就拜老父为师吧 青云宗两大天才都在我门下 势必要被别人眼红一番 以后你就跟着夏清秋多多学习 对你境界提升很有帮助 你先去内门直视那里报到 安顿妥当后 为师再教你炼丹之术 夏清秋将顾绍阳叫住 我有话问你 顾绍阳回过头看着夏清秋 夏师姐还有什么事吗 你是真心准备要学炼丹吗 我感觉在修炼上 已经没有什么瓶颈 但是丹道却是我目前最需要的 夏清秋还提到了紫约的事 我说过会答应你提的任何要求 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 甚至还托人去外门找过你 败事这件事对你日后影响深远 若是因这事情来学炼丹的话 大可不必 我是真的想学炼丹 而且我觉得我的炼丹天赋 不比修建差 关于赌约我是想拜托夏师姐 帮我挑一步适合我修炼的剑道功法 原来如此啊 我对藏经阁较为熟悉 可以帮你挑选推荐 那就有劳夏师姐了 我先去内门报到 然后再找师姐前往藏经阁 就此别过 紧接着顾绍阳来到内门报到 原来新进外门魁首就是你哪 是我 我刚进内门 来这里办理内门弟子的手续 师兄弟上早就准备好的腰牌给顾绍阳 现在师弟就随我去你新的落榻之处 二人来到存放牲畜口粮杂草的地方 就是这了 男人刚进内门就遭遇潜规则 只因内门当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内门弟子一律根据实力决定居住权 原来就在刚才 师兄给顾绍阳安排住宿 明明就是存放牲畜口粮杂草的地方 竟然能让他说成内门弟子的住所 顾绍阳指了指另一边的豪华别墅 照你这么说 那这些又是哪些人住的 内门弟子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实力最强的 有选择住所的优先权 所以 你还是乖乖的在这里待着吧 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此话一出 顾绍阳瞬间明白 是花树荣搞的鬼吧 既然你自己清楚 就不用我教了 花师兄在内门排行第28位 不是你们抗衡的 所以我就很不明白一件事情 一个排名才28位的内门弟子 他是哪来的自信 敢在宗门里称王称霸 文言师兄惊出一头冷汗 愤怒的顾绍阳说道 我决定了 救助他那院子 另一边花树荣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 也不知道那个顾绍阳怎么样了 一旁的跟班赶忙奉承道 还是少爷手段高明 想出这么妙的法子 上次一时大意让那小子占了便宜 这次进了内门 定要让他知道 我花树荣真正的实力 紧接着门外传来一阵喊声 花树荣快快出来受死 师兄根本拦不住 顾绍阳是疯了吗 真敢在花师兄的院子里叫嚣 顾绍阳回过头不屑地说道 这里以后就是我的住所了 师兄露出为难的表情 真是被你害惨了 大不了我回去 给你重新找一个干净的院子如何 不必了 我就看上这块地方 文言花树荣带着跟班走了出来 你这家伙怎么还没死 胆胆跑到本公子的庭院 来闹事 我是来向你挑战的 因为我看上你的院子了 顾绍阳你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考了个外门第一 就敢在内门横着走 你当我们内门弟子的修为是掰练的吗 少废话 听说花师兄的院子 环境优美灵气充沛 今日特意过来看看 你要挑战我 一个练气境 竟敢挑战巨猿进中气 这不是厕所 点灯找死吗 这个男人今天发起宗门挑战 对战双方分别是 练气九重的顾绍阳 和巨猿中气的花树荣 单从纸面实力上 看二人还是有些差距 因此 内门排行第28的花树荣认定 顾绍阳是自己找死 殊不知找死的 其实是花树荣自己 顾绍阳手持宝剑指向花树荣 你敢应战吗 只见花树荣不慌不忙地拔出宝剑 我要让你知道 死字怎么写 上次在祁连山脉一剑就将你击败 希望这次你能接住我一剑 文言师兄有些吃惊 他竟能一剑打败花师兄 你小的还真是蹬鼻子上脸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花树荣使出自己修炼多年的上品功法 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剑法 随即挥剑朝顾绍阳冲去 竟然是剑意 而且竟有这么多变招 每一种变招中都含有剑意 没想到花师兄竟然休息到了这种程度 另一边顾绍阳也使出常用的孤沙剑法 让你看看我的剑意 顾绍阳挥剑向前方砍去 两股能量碰撞在一起 顾绍阳的剑意显然更胜一筹 花树荣的剑意根本抵挡不住 这是宗师级别的剑意了 花树荣只好用双手抵挡 一声惨叫后 花树荣的宝剑折断 整个人被击飞出机米开外 顾绍阳指着花树荣的鼻子说道 你输了 为了杀我 被唐明师兄使用尽量 导致他这辈子 可能都无法再进行修炼 一旁观战的师兄震惊了 内门星宿一招 就击败了花树荣 实在是太可怕了 只因我跟夏师姐有过交集 便痛下杀手 你一个外门弟子而已 就敢打宗门 第一美女的主意 杀了又何妨 原来是这样 只是因为令你感到不满 就要顺手杀了 不过你也太 小看我顾绍阳了 我所向往的不是这里 甚至不再是这天原大陆 滚吧 从今往后 这院子就兴故了 在清云宗 我姑且饶你一命 但若是在外面让我碰着 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花树荣带着跟班灰溜溜地走吧 一旁的师兄 急忙迎上来改口道 恭喜顾师弟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男人仅用一招 就打败了自己的死对头 就连之前百般刁难的 直视师兄 也立马变脸拍起了男人的马屁 顾师弟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顾绍阳只是淡淡回了一句 之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直视师兄改口称 顾师弟有任何需求就向我提 咱们既然是内门直视 自然是要满足师兄弟的需求的 既然如此 那就请师兄 帮我重新布置一下院子 把之前花树荣的东西 全部搬出去 直视师兄点头哈腰道 那是自然 包在我身上 那就有劳师兄了 我还要去拜见师父 这里就交给你了 直视师兄暗自感叹 看来内门的排名 要重新定位了 片刻之后 顾绍阳来到林长老的房间 林长老问顾绍阳 都安置妥了 回师父 住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因为心急想学炼丹 就赶紧过来了 林长老感叹 你这么好的天赋 却非要学炼丹 真没法说你 与此同时 顾绍阳留意到林长老身后的石板 这是 林长老解释说 这是为师在意一计所得的石板 感觉这几道剑痕意境十足 就拿回来收藏了 之前也有吸收过下师姐的剑影 但这个 散发的感觉 跟下师姐的完全不同 顾绍阳把手伸向石板 吸收了石板冒出的气泡 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 顾绍阳瞪大眼睛 感受着这个能量 看到顾绍阳愣在原地 一旁的林长老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绍阳 有什么不对吗 看到顾绍阳没有回答 林长老立马意识到 他这是入定了 顾绍阳闭上眼 仔细地感受着 这股能量充斥全身 整个人仿佛来到了九霄云外 而顾绍阳则站在青云之上 无数道金黄色的光芒 在身旁伐过 好强的剑影 顾绍阳睁开眼 一把抓住从身旁飞过的宝剑 整个人被宝剑拽着往前飞行 顾绍阳看准时机 紧紧抓住宝剑 手里的宝剑散发出几道光芒 这就是石板里蕴含的剑意 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顾绍阳笑道 足足有两成剑影 现在都是我们 他是能够吸收万物属性的天才弟子 初次到师傅房间 便被神秘石板吸引 面对这份拜师大礼 他当然不会错过 顾绍阳缓过神来 发现林长老正在呼喊自己的名字 林长老颤抖地指了指前方 就连顾绍阳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 只见屋内的墙上裂开了一道口子 这该不会是我弄的吧 林长老心里暗自感叹道 天才 绝对的旷世奇才 我观察这块石板三年有余 却从未有过任何领悟 这玩儿竟然第一眼的时候就瞬间入定 而且一下就领悟了里面的建议 林长老把石板递到顾绍阳面前 你再看看 还能误出点什么 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林长老接着说 所以我才一直推荐你去学剑道 有这种天资 若还是跟着我学丹道 我会成为青云宗的千古罪人 师父 学炼丹是我毕生的志愿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再不 收你有为人师 只是炼丹之道难于耕天 天资虚占其九 技法只占其一 丹方可求 但能不能炼出来 又是另一说了 大元国能到五品的炼丹师 也仅为师一人啊 这是我的前缘炉 属四品丹炉 与皇室的四项饼 仅低一品 它能使承丹率提高一成 林长老递给顾绍阳一本小册 这是为师的炼丹心碟 里面也有下品丹方 你在此照着炸技 炼制一炉一品培圆丹 来测试一下 你的天资如何 我已经跟雷长老打过招 若是你炼丹资质平庸 就要跟着雷长老他去学见了 顾绍阳接过测试 我要是通过测试 你可不许再把托儿 往别人那推了 那是自然 这些是炼丹的材料 你看完炸技 便可开始自行炼制 可以随时发问 炼丹意图讲究静心尘气 律速则不达 最重要的火候把握 会直接导致炼丹的成功率 每种丹药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火候 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后 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你虽然有着绝顶的修炼天资 但恰巧就是因为如此 过快突破境界造就的自信 反而更不适合炼丹 男人天赋极高 早早便领悟了建议 却没有跟随雷长老 继续修习建造 而是败在无品炼丹 施灵长老门下 面对虚心求学的顾绍阳 灵长老更是将炼丹心得 轻囊向寿 同时承诺有问必答 并且一语道破炼丹的真谛 炼丹就是无数次的失败 尝试 再失败 顾绍阳认真地看着眼前的小册子 毕竟是刚入门的新手 顾绍阳提出 能看一下成品培源丹 是什么样的吗 林长老随手掏出几颗丹药 这些便是 你看吧 顾绍阳拿起丹药 仔细地端向了一会 还不忘秀了秀 培源丹的气息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顾绍阳根据自己的理解 一把抓过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紧接着把材料投入炼丹炉里 顾绍阳能够感受到 丹炉里材料的气息 虽然隔着盖子 看不到里面的属性气泡 但有散发出来的气味 只需要稍微运气 就能感受到气中变化 顾绍阳念咒加大火力 丹炉内便燃起熊熊烈火 还散发出一阵阵药香 林长老在身后捋着胡子 架势倒是有模有样 就不知结果如何了 顾绍阳闭上了 用眼睛之外的感官 去感知气息的细微变化 仅凭气息也能猜出大致属性 然后根据气息的强弱 判断出大致范围 就像是市井商贩 常年跟重量打交道 掂量掂量 能估算出大致重量一个道理 所以 只需要感知里面丹药气息的变化 来调整伙式就可以了 方才特意看了下成品排渊丹的属性 炼制起来就更方便了 随着顾绍阳一句承望 打开丹炉 炉内出现了几颗炼制好的丹药 林长老惊呼 承担八克 丹药橙色八成 顾绍阳手摸下巴思索道 橙色怎么只有八成 不应该啊 明明跟看到的丹药橙色一样 紧接着顾绍阳问道 之前给我的丹药 橙色是不是也是八成 是的 你是说 你照着这个炼制 所以橙色才低 弟子之前接触丹药比较少 所以只能一胡入画瓢 若是能多试几次 肯定会比这好一些 这个男人第一次炼丹 竟能照着样品 炼出一模一样的丹药 不仅数量达到八克 而且橙色也达到了八成 看着眼前的炼丹奇才 林长老不禁感叹 第一炉就炼出几品排渊丹 这个弟子不得了啊 看着丹药上浮现出的气泡 顾绍阳心想 可惜有些许毒素未炼化掉 导致橙色降低 若是开着盖子 能看到这些属性气泡 应该可以炼制出完美的丹药 顾绍阳叹了口气 想要成为好的炼丹师 观察气息变化的能力 必须得炼出来 不然以后高阶的丹药承担率都是问题 文言林长老竟然怒了 他倒叹起气来了 怎么感觉失败了似的 得让他在炼制一炉来证明这不是巧合 随即吩咐顾绍阳 你在炼制一炉我看看效果 我也正有此意 这次肯定会比这炉好 与此同时 门外有人大喊 林鹤松你给我出来 是雷长老来找我要人了 我出去看看 如今我急需大量属性 来突破炼气九筒 休息炼丹 已经耗费许多精力 根本没时间跟雷长老学剑 看来得想个办法拨身才行 林长老指着雷长老吼道 你大白天的 在我店外嚷嚷什么 好你个林鹤松 说好让顾绍阳拜我门下学习剑术 一道好 把他私藏起来了 林长老急忙解释 稍安勿躁 我是原本想让顾绍阳跟你学剑 只是一来 他一心想要炼丹 二来他的炼丹天赋 不在剑术之下 可雷长老根本听不进去 你这分明是仗着主持外门试炼 想要私藏不愿让出来 那你可知 顾绍阳第一炉 就已炼制成了裴元丹 假以时日 他可是有机会 成为九品炼丹师 雷长老开始耍起无赖 怎么可能 我不管 反正他得跟我学剑 两人因为顾绍阳激烈地争吵起来 那你自己去问 看他是愿意跟你学剑 还是跟我炼丹 我就不信 去就去 紧接着 二人返回店内 想找顾绍阳问个明白 大殿之内 早已无顾绍阳的踪迷 只见桌上留有一封信 为了不得罪两位长老 只好使出缓兵之计 一位是无品炼丹师林长老 另一位是见到大家雷长老 这两位清云宗的大佬 都想把顾绍阳收入自己门下 为此两人还擦出激烈的火花 实在没办法的顾绍阳 终于想到了办法 趁着二人不再悄悄溜走 桌上留有一封信 除了信还留下了石层橙色的裴元丹 雷长老感叹 真可惜 我还打算推荐他去参加四大宗门比武 接下来 顾绍阳拜托夏青秋 为自己挑选了功法 这本地接下品功法 正好弥补内功不足 有了这本内功新法 很有机会突破练气境 夏青秋只留下功法 整个人已不知去处 随即顾绍阳决定再去一趟齐连山脉 吸收更多的属性来突破练气境 顾绍阳提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 这建议竟然可以随心到如此地步 这股建议让我成功突破练气境 踏入聚元境 随即决定将它命名为出阳建议 上次来到齐连山脉的时候 还是练气六重 如今已然突破聚元 可以朝着更深的地方探险 与此同时 来到齐连山脉的 还有韩月谷的女弟子 这几名女弟子 似乎是在寻找一处山洞 照师姐说道 上次被妖兽追赶 只是急匆匆的瞥见 所以才想着这次顺路 让祭师妹一块过来找找 我肯定山洞里有宝物 那大家分头去找 实在找不到就算了 毕竟还要参加四大宗门的比试 最好不要出什么岔子 下一年 就发现了一处山洞 就是这里 当时看见有好些东西 只是里面也有妖兽不敢进去 说吧一行人组队 准备进山洞一探究竟 里面好像有动静 不会真的有妖兽吧 无妨 大家摆正前行 小心些便是了 忽然发现了先来一步的顾绍阳 便朝着顾绍阳喊话道 什么人 在那鬼鬼祟祟的 出来 正在寻宝的顾绍阳 文言也是一惊 只见女弟子喊话道 把东西放下 这是我们韩月谷前辈遗留之物 理应归我们韩月谷所有 顾绍阳看着出现在眼前的众人 看来这群韩月谷的弟子实力不凡 都是巨元中期 还有一个巨元后期 倒也不怕 这个男人独自在山中寻宝 却偶遇了同样在寻宝的 韩月谷女弟子 对方张口胡扯称 宝无为宗门先辈所留 顾绍阳又不傻 这洞府是我先发现的 无凭无据的 怎么就成了你们韩月谷的先辈 我们当然有凭证 证据就是那把剑 那是我们韩月谷的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女弟子 顾绍阳直接将剑折断 然后说 什么剑 我没看到什么剑啊 看到眼前这一幕 赵师姐直接被气得咬牙切齿 紧接着一旁的女弟子提醒道 她不过剧员初期 咱们直接将她拿下就是了 不跟她置气 顾绍阳微微一笑 就凭你们也想拿下我 赵师姐一声令下 你敢小瞧我们 姐妹们给我上 别动手啊 有话好好说 女弟子回过头说道 季姐姐放心 我们只是教训教训她 不要她性命 仅仅一瞬间 顾绍阳便夺下对方的宝剑 借剑一用 顾绍阳拿着对方的宝剑 与其正面硬抗 女弟子气得大喊道 那是我的剑 顾绍阳挥舞宝剑 宝剑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女弟子身边 女弟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顾绍阳朝着宝剑一指 谢谢了 烦你 韩月谷的季轩感叹道 好快的身法 此时洞外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谁在抢季轩的东西 女弟子回首道 他们怎么来了 回首的男人笑道 季轩妹妹 这一路 你可让我好找啊 季轩吃惊道 卓长风 你跟踪我们 卓长风摆摆手 季妹妹说笑了 见季妹妹进了七连山脉 怕遇到什么危险 就赶紧跟过来了 毕竟咱们以后 可是要做夫妻的 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帮人跟韩月谷的人不对路 季轩回应 谁要跟你做夫妻 我死也不会答应你们 天风谷的求情 既然这样 那今天就只好 先做露水夫妻了 卓长风分复手下 把这几个小娘皮给我绑了 韩月谷的女弟子们 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顾绍阳文言站出来说道 等一下 你们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有个先来后到吗 看着突然出现的顾绍阳 卓长风一脸猛逼 先来后到 你是干什么的 男人卷入韩月谷 和天风谷的是非当中 面对人多势众的天风谷 却丝毫不慌 当被问到顾绍阳的来意时 顾绍阳回答 当然是跟你们一样 奉劝你们赶紧散了吧 我可以不追究这件事 顾绍阳的这番话 直接逗得天风谷一行人哈哈大笑 回首的卓长风 更是笑出了泪花 曲曲一个巨人初期的废物 竟敢在本大爷面前说这种大话 就连韩月谷的女弟子也认为 顾绍阳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实力差距摆在眼前 对面的天风谷 随便一个人都要比他强 为何顾绍阳还能如此自信 赵师姐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对着顾绍阳说道 虽说我们只有一回合的交手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赵师姐开始反复打量顾绍阳 尽管有些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嫌疑 还是先看看他的表现再说吧 卓长风双手背在身后赶紧滚蛋 老子饶你狗命 身后的赵师姐 开始为顾绍阳加油打气 继宣一脸疑惑地问道 赵师姐你们认识 不认识 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总是没错的 这一幕让卓长风误认为 二人关系匪浅 那你也留下吧 搞什么鬼 打架我随时奉陪 但可别乱说话 卓长风拔剑朝顾绍阳一指 先拿下顾绍阳 一会当着他的面 羞辱这个女人 越说越离谱 我可不认识这些女人 韩月谷的女弟子 也准备好随时应战 卓长风最终目的 是要对付我 卓长风冲了上来 季轩妹妹 咱们一会慢慢玩 我当时什么名门正途前来提亲 没想到天风谷的弟子 竟然做如此勾当 幸亏之前没有答应求亲一事 季轩妹妹别用这种技巧了 我既已出手 自然不会留下把柄的 你这番话说得毫无意义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紧接着季轩拔出宝剑 我们韩月谷 可不是仗着人多 才被誉为四大宗门 季轩使出门派 绝技十方冰河 一股寒气 以季轩为中心 向四周结冰 冰霜来到 卓长风的脚下 却突然停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